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大约在冬天 是齐晴曾经给王祖贤的情歌 这对才子家人相识 相念15年期间分手又复合 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 但曾一度准备要结婚的两个人 为何在后来突然宣布分手 而这段感情的结束 对王祖贤的伤害有多大 让他至今都自然一身 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王祖贤与齐晴的爱情往事 少年时的齐晴可以说是劣迹斑斑 16岁时因酒后闹事 齐晴还被家人送进了赶化院 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因为后来喜欢上了音乐 才让齐晴逐渐步入正轨 走上了当歌手的道路 而出生于体育世家的王祖贤 从小在父母的宠爱和呵护下长大 是个典型的乖乖女 但就是这样两个成长环境大相径庭的人 敬业深爱了彼此15年 1986年齐晴凭借着歌曲狼红遍半边天 深受年轻女生的追捧 为了让齐晴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公司准备为齐晴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 《芳草碧连天》 而电影的女一号正是王祖贤 那时候的王祖贤只有19岁 身材高挑 长相清纯美丽 也难怪齐晴在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就对他动心了 拍戏时齐晴对王祖贤很是照顾 休息时还会教王祖贤唱歌 就是这样的相处过程中 王祖贤也喜欢上了极具才华的齐晴 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相恋后没多久 王祖贤就签约了邵氏电影公司远扑香港发展 齐晴则留在了台湾 1987年王祖贤凭借电影《倩女幽魂》中的 聂小倩一角一炮而红 可谓是事业爱情双丰收 当时的王祖贤在接受采访时谈言 现在是我最幸福快乐的时光 因为我有事业又有爱情 但因为与齐晴经常相隔两地 两人聚少离多 让这段感情逐渐有了隔阂 再加上当时王祖贤的妈妈并不中意齐晴 觉得齐晴并不是一个安稳靠谱的男生 这让王祖贤对这段感情逐渐没有了信心 也就是在这时候 齐晴仅用了15分钟 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经典情歌 大约在冬季 可惜这首歌最终也没能挽留住王祖贤 1990年相逆四年的他们第一次宣布分手 分手后王祖贤与附生林建月谈起了恋爱 林建月曾为何追求王祖贤 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才抱得没人归 但当时的林建月是有家事的人 而且林建月的母亲十分反对 她这段恋情 林家甚至公开控诉王祖贤是小三 迫于舆论的压力 王祖贤向林建月提出了分手 那段时间王祖贤没了爱情 事业上又受挫 每天都是以泪洗面 也就是在王祖贤最消沉的时候 祈情重新回到了王祖贤的身边 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与安慰 不久后 祈情和王祖贤一起献身 东京与田击场高调复合 兜兜转转后 又宠归于好 王祖贤自然也十分珍惜这段感情 当时阔别荧幕三年之久的王祖贤 首次复出 就是出现在祈情悬崖的MV里 据悉复合后的两人很快有了结婚的打算 连婚礼场地都已经选好 双方父母也以亲家公亲家母相称 一切看起来都是进展顺利 可就在结婚前夕 祈情前女友的出现 让这段感情彻底走向了结束 2001年 祈情前女友 方美方带着她和祈情的儿子 以索要抚养费为由 将祈情告上了法庭 祈情已有私生子一事 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这一消息也让王祖贤彻底伤透了心 同一年 王祖贤宣布暂时吸引 孤身艺人远铺加拿大 2005年拍完最后一部电影 《美丽上海》后 王祖贤宣布永久退出娱乐圈 如今 祈情与孙丽娅已结婚多年 后又生下一子 而移居加拿大的王祖贤还是孜然一身 曾经的这对才子家人 早就过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但或许对于王祖贤来讲 如今一个人才是更好的生活状态吧 起码他再也不用经历曾经的那些伤害了 娱乐圈中有很多情侣 都被大家称为才子家人 在一起时也是深受外界和粉丝的祝福 然而就是因为某些原因 最后却没能走在一起 让大家感到惋惜 今天我们就来说 以对曾经的才子家人 也是因为种种原因 而不得不离开彼此 他们就是王祖贤和祈情 当年王祖贤和祈情的恋情曝光 是可谓是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毕竟祈情在当时的华语乐坛 也是小有名气 而王祖贤作为电影的新人 也是势头正猛 这样看似两个并不搭调的人 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当时祈情已经凭借自己的歌曲 朗游了一定的知名度 这首歌火遍了两岸三地 也让祈情这样一个有才华的男孩子 走入了大家的视线 王祖贤当时在香港娱乐圈发展 初衷的外形 高挑的身材 成为许多男生的梦中情人 而祈情和王祖贤相识 是两人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 两人饰演男女一号 王祖贤的样貌 我想任何人看了都会心动 祈情也不例外 祈情第一眼看到王祖贤时 就怦然心动 后来在相处过程中 对王祖贤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而王祖贤也渐渐对祈情 才华产生了崇拜 于是这样两个人走在了一起 当年王祖贤凭倩女幽红中的小倩 走红之后 在接受采访时 当时的自己是最幸运的 既拥有事业又拥有爱情 然而两人的关系在四年之后 却突然停止了 原因是王祖贤要离开 而祈情却不准备离开台湾 所以就这样长期分居两地的人 不得已分手而告终 后来王祖贤又遇到了富商林建月 两人在相处过程中 甚至爆出绯闻 王祖贤是小三 不堪忍受这样的舆论压力和事实 王祖贤向林建月提出分手 而这时王祖贤的事业也备受打击 在爱情和事业都落魄的情况下 祈情又重新出现在王祖贤身边 两人高调复合 就在两人相爱15年时 两人已经准备谈婚论嫁 走入婚姻的情况下 祈情的前女友带着儿子来向祈情讨要抚养费 将祈情告上了法庭 而这一事件成为了祈情和王祖贤分手的导火索 看到这不免让人惋惜 王祖贤这一生的爱情真的是坎坷 深爱祈情15年 本来以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归宿 会和祈情相伴一生 却没有想到在结婚前夕 因为私生子的事情突然被分手 看来这只能说明两人真的没有缘分 所以伤心欲绝的王祖贤离开台湾 独自一人到加拿大生活 也从此永久的推出了娱乐圈 如今我们看两人的境况 54岁的王祖贤至今未婚未育 或许受到感情的创伤 不敢再打开心扉 如今独自一人在加拿大生活 虽然偶尔会爆出一张生活照片 但是形单影只还是让人感觉落寞 如果当初没有那样一件事情 或许他跟祈情早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离开祈情的王祖贤早已看破红尘 对于感情不再有幻想 可能对于他来说 自己一个人过完余生就足够了 希望王祖贤现在的生活是自己真正内心想要的 虽然经历了感情的挫折 但是也不要忘了享受生活的美好 让我们一起祝福曾经的女神王祖贤吧 由于王祖贤的美貌 很快心探便高度关注上了这个青春活力 且貌美如花的丫头 很快王祖贤便出演了自己电影的处女之作 今年的湖畔会很冷 并在第一部作品中就做了女主角 电影中她一袭白衣清新脱俗 一直让人记忆忧心 自打电影播出后 越来越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她 在美光灯下的王祖贤越发闪闪发光 她的平凡的生活就此结束 周曹的一切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快第二部电影也皆宠而至 1985年参演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导演 许克的电影《打工皇帝》 并于当时宏极一时的许冠杰上演了一段爱情故事 搞笑包袱不断 让人发现了王祖贤的演艺事业上的喜剧天分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